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我沒有了它們的話 是過不了這個夏天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唐文希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集主席就是想分享夏天必須擁有的單品 今集我介紹的類型都有很多 包括保健品、護膚品 還有平時如果大家夏天都很喜歡穿掉帶衣服 或者平後衣服的話 其實裏面穿的內衣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會今集一一分享在夏天前必須準備的單品 首先介紹的就是我最近吃的高濃度膠原蛋白粉 其實過了25歲之後保養真的很重要 當然除了Skincare的保養之外 身體內在的保養也是十分重要 加上現在大家都可以脫口罩 都以這個真面目去試人 都想皮膚更加完美 加上一到夏天曬得太陽多 一吳流神 其實這個紫外線都會傷害到肌膚 然後都會造成很多問題的出現 包括皺紋、老化和乾燥 加上平日都在冷氣房裡面 皮膚乾得很厲害 所以自己都需要補一補 我最近吃的就是這個日本品牌 Mini Cooler 它是由Suntury獨特研發的高濃度膠原蛋白粉 它6合1的美顏配方 喝一包就已經可以做到抗老、保濕、美白、 多重的保養 所以可以令皮膚做到基底reset的效果 Mini Cooler 和一般膠原飲品或啫喱都是不同的 它裡面含有高濃度的POOG膠原蛋白 不單補充到流失了的膠原蛋白 POOG膠原蛋白分子更小 令身體更容易吸收 還可以令皮膠膠原蛋白自行再生 所以皮膚看上去都會更飽滿 另外裡面的成份還有Ceramide 和高含量的維他命C 所以都可以增強保濕鎖水的功效 還有美白的功用 不單可以減少黑色素沉澱之餘 另外還可以補充膠原 其實它一盒就已經有30包了 每天吃一包都很輕便地攜帶 加上它是很容易撕開的 通常我自己就喜歡加在我自己喜歡喝的東西裡面 平時就算是喝水 我都會就這樣加這個膠原蛋白粉 其實加完之後 你也是用一個匙巾 只需要攪拌兩攪 其實就已經可以飲用了 以我所知很多其他品牌的膠原蛋白粉 可能會有一些魚腥味 但這個真的不會的 就算現在就這樣聞都有一股淡淡的奶味 現在我就這樣加在水裡面 都完全是沒有腥味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 平日除了可以加在水裡面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加在你自己喜歡喝的飲品裡面 例如橙汁、咖啡、奶茶 其實都是完全可以的 那我也不要浪費 先喝完它 現在暫時就吃了一個月 然後在這麼乾的天氣下 我皮膚都完全沒有出過任何狀況 然後皮膚摸上手 都會是感覺到很水潤 化妝的時候都會感受到 你上妝都會是特別貼的 所以吃了這個月 我都完全感覺到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保養除了外在保養之外 其實內在的保養都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這個高濃度膠原蛋白粉 我自己都很推薦給大家 不過提醒大家 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假貨 還很便宜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貪便宜 強烈建議真的一定要回他們官網去買 那就最安全了 畢竟其實都要吃到肚子裡面 所以真的要安全一點 其實可以根據合上的防藝標示確認證品 所以大家想肌膚變得更加穩定 和保濕的話 那就要試一試這個吧 好 另外第二樣就是防曬 這個防曬就是身體防曬 其實面部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平日我出街都會噴在我身上 這支防曬的品牌就是Sabacolor 其實這個品牌是沙沙才可以買的 當然為什麼我入手這個呢 是因為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都是白雪雪 他的皮膚就算夏天的時候都好像曬不黑 然後我就問他其實你們用什麼防曬 而且本身我是很怕防曬很黏 而且個人比較懶 如果叫我天天塗一些防曬在身上 我就會覺得很煩 也都不夠清爽 那個朋友就介紹了這個防曬噴霧給我 其實這個噴霧都有SPF50加PA++++ 我問了他們的職員 都說其實這個噴霧就算用完之後洗澡 都不需要特定拿什麼落妝或者其他東西去沖洗 就這樣用回你平日洗澡簡易沖洗就可以了 好像我現在胸口這些位置和手臂這些位置露了出來 都可以直接噴 覺得那個感覺都是很方便 而且最重要是噴完之後 等它慢慢吸收之後 都會是很清爽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黏黏這個問題 當然也要提一提大家 其實如果出街接觸陽光之前 最好是15-20分鐘噴上這個噴霧 讓它吸收完才出街 那個防曬效果就會更加好 跟我一樣夏天很喜歡穿一些小吊帶 背心仔的畫 其實大家都真的要入手這些防曬噴霧 因為我在夏天的時候 長期肩膀位置都是曬傷的 就算我不是去曬太陽 就這樣出街 其實紫外線都很誇張 所以都會令到我這些肌膚 會變了兩折色 入手了這些噴霧之後 其實肩膚位置都不會那麼容易曬傷 而且肌膚顏色都真的沒有那麼黑 所以面部防曬之外 其實身體的防曬也是很重要的 它的價錢我記得一支是158元 然後我看到兩支是有8折的 即使計算是120元內 其實已經可以買到的了 它一支其實都可以用好時間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它 好來到第三樣 就是DALF的磨砂膏 其實在網上我都看到很多人說它很好用 所以就已經入手了一段時間 其實用完之後 我都覺得真的要推薦給大家 因為本身它的質地是好像一些雪糕一樣 是很滑 塗上身的時候很容易推 加上它是加了很多潤膚 所以當你用完它之後沖洗 你都會感覺到肌膚都有保濕的感覺 它的滋潤程度都真的不錯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做完磨砂之後會很乾很不舒服 最重要它的磨砂粒子是十分幼細 所以當你去做這個磨砂的時候 感覺到都會很舒服 完全都不粗糙的 用上身的感覺 你都會覺得它很容易化開 我以為它這些磨砂 它覺得它的效果都是十分之好的 我自己是選了這個紅石榴 它的磨砂程度是兩顆星星 是給一些比較正常敷質的人去用 在夏天可以一個星期用兩次都可以 最重要它這個紅石榴的味道 聞上去都是很香很舒服 不會好像那些假死甜的感覺 有時候我買了一些比較甜的磨砂膏 我是很怕用完之後會不會給矮的感覺 但是這個是完全不會的 聞上去都是很舒服 最重要它的價錢都不貴 只需要八十元內 其實就已經可以買到這麼大盒了 大家如果在找一些比較滋潤的磨砂 其實就可以選這一款了 來到夏天我相信大家都會穿短褲、背心 或者去沙灘的時候都會穿比堅尼 所以對於我來說 夏天的時候毛髮問題 真的要好好處理 大家看我的話都知道 我全身已經做了這個永久保養激光脫毛 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都真的方便了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女生都問 如果我還未做激光脫毛 或者我已經是做激光脫毛 但是做之前其實都需要自己清理一些毛髮 都會問我其實用什麼清理就最好呢 其實第四樣我就是想介紹這個剃刀 其實它這個剃刀比起平常傳統的剃刀 是不一樣的 安全性是高很多的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但是我自己之前都是特意選擇這個敏感肌肉 即是這個綠色 這個剃刀有什麼特別呢 我要打開給大家看 最重要就是它這個剃刀外圍 是包圍了一些蕃茄起刀 其實它的用法都是很簡單的 我通常是在洗澡的時候 皮膚還有一些水在上面 旁邊是有這個蕃茄 所以用它的時候 它都會做潤滑的動作 令你這個剃刀會更加順暢 所以大家如果還需要用剃刀的話 其實這一款都是很推薦大家去買 但是都要提醒大家 用剃刀去剃毛的話 都會令到你身上的毛髮越來越粗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想脫毛的話 就盡早去做激光脫毛 始終真的早做早享受 到現在我都已經不需要用這些剃刀的了 所以這次真的為了這條片 特意買新這個剃刀回來給大家去看 另外如果大家真的想做激光脫毛的話 其實都可以IG direct找我 然後我傳我朋友的資料給你們 因為它是可以幫我們做到永久保養的優惠 還有其實我也有一個小小的QPON 然後可以給你們再便宜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直接找我 如果真的想找一些剃刀的話 其實就可以選這一款 剛剛就說了我自己怎樣解決自己毛髮的問題 當然夏天大家都真的會很喜歡穿吊帶 或者穿一字薄的衣服 然後其實我自己裡面的內衣 是一定會穿這些平厚的內衣 穿了上身之後 就不會看到一些帶起到 就會美觀很多 每一個夏天都會回購這一款BRA TOP 它的品牌就是PISH JOHN 因為本身我自己穿上身的時候 都會感受到它是很舒適的 它的PUSH UP程度都是適中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它的PUSH UP程度不會太誇張 但也會有這個胸部線條給大家看到 這個款式都有很多不同的顏色布料選擇 我自己這次就給大家看這個LACE 穿上身之後都會很容易配襯衣服 而且就算外露的話 都完全不會覺得尷尬 它這個BRA TOP其實它的扣是在腳底下 所以當你後面要露背的時候 露到這個LACE位都是完全不怕 它是可以自己加這個空墊入去的 如果大家本身不想PUSH UP程度比較大 其實就可以拆掉它 但如果有些女生想承托力和PUSH UP程度高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這個空墊 最重要它的價錢不會太貴 只需要220元就已經可以買到 但PUSH JOHN這個品牌本身是一個日本品牌 它的馬數都會比較偏向日本的馬數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我自己建議大家可以去他們專門店試穿 然後才買 要穿一字薄的衣服或者小吊帶的話 其實這些BRA TOP都是必須擁有 其實來到夏天我都入手了很多不同的露背衣 當然其實裡面是穿什麼內衣呢 通常我都會選擇LOUTE BRA去搭配 當你露背還穿剛剛比較多布料的BRA 其實都會露出來的 穿LOUTE BRA的話 其實都會完全可以看到你整個背部 而且尾觀程度都是十分之高 加上有些款式是比較低胸的話 其實我都會選擇穿LOUTE BRA 而最近我用過LOUTE BRA對於我來說黏力 都是做得十分之好 它的重量不會做得很重 因為我曾經試過買一些PUSH UP的LOUTE BRA 即使它下面都會再厚一點 打算可以做到效果更加豐滿 但是做厚的時候重量就會十分之重 就會很容易掉下來 是十分之尷尬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選擇最基本的LOUTE BRA 去使用 相信很多女生的用法 都會平放兩塊 然後再扣這個扣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我先分開這兩塊 然後我會把它打斜地貼 然後再扣 它的集中程度會再高很多 它這個盒後面都已經寫完所有的步驟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它們的步驟去使用 如果大家想PUSH UP程度更加明顯的話 就最好選小一個級數 即使你是B級的話 就可以選A級的LOUTE BRA 如果你是D級的人士 就可以選C級的LOUTE BRA 這樣就會令效果更加好 如果你們本身出汗是十分之厲害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配合它們的膠指 當你貼完這個LOUTE BRA之後 你也可以再貼上一層膠指 然後令它更加穩陣 所以其實這些LOUTE BRA 在夏天都真的必須放在衣櫃裡面 最後一樣 就是可以擺脫胸圍的BRA TOP 市面上都已經出了很多不同的顏色本色的BRA TOP 當然其實我自己在家都已經入手了很多件 因為本身在夏天的時候 我很怕熱、很怕焗燥 還有有時候穿BRA的時候 你都會感受到其實會不太舒服 最重要穿著很容易方便 你是不需要穿BRA 然後一顆就已經可以出街了 本身它裡面是做了一些空墊 所以完全不怕會露點 今次這件我自己是在ERI裡面入手 我看到ERI裡面真的很多不同的款式 顏色選擇 還有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品牌 都已經出了很多這些BRA TOP 想襯衫好看 或者方便一點 亦舒適一點的話 都可以入手這些BRA TOP 最重要它們價錢都不會很貴 通常8-200元都已經有一件 所以大家追求舒適的話 其實就可以選擇穿BRA TOP 好那我就已經介紹完所有單品了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感受到夏天的來臨 所以在夏天之前都真的要好好準備 以上的產品去度過這個夏天 因為如果我沒有了它們的話 方便程度 肌膚上的健康程度都真的會差很遠 所以對我來說 以上的單品都真的必須要放棄家裡的 我再發掘到更多的好物都會馬上介紹給大家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燒到大家 記得一定要買回家 準備今季的夏天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加上可以開我的鈴鐺 就可以馬上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加上可以share出去給朋友看的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